一定敢 我一定敢 一定敢 要下雨了 你们也早点回家吧 别太晚了 这路上不安全 好的 好的 谢谢 靳远 你看谁来了 永诚 怎么外边下雨了吗 还没有 但是听说有雷暴雨 靳远 你看人家都来接你了 快走吧 今晚拜访 要好好表现啊 雷暴雨吗 嗯 张燕 那你怎么办 你也快走吧 你们先走了 不用管我 我还要打个电话 快走吧 好 要不这样吧 雨还没下 我们俩先走 这伞就留给你 好 你怎么会 不过 我是 永辰啊 刚才电视里你都听到了吧 妈这心啊七上八下的 你练了法轮功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妈我是你儿子 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电视上 妈当然相信的是你 哎 但看着架势 又像一场人整人的文化大革命 你和静元也该有个结果了 房子早都准备好了 快点把日子定下来 妈这心也就定了 老郑 你倒是说说呀 永辰啊 人生就是一种选择 所谓成功的人生 就是经过理性思考后 选择的人生 用真心去承担 所选择的责任 只要你是认真对待了 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 爸爸都支持你 你这是什么话 永辰啊 你就听妈的 和静元正式提出来 婚姻是终身大事 在这关头 你要把心定下来 听着没有 静元呢 妈也觉得很难过 但你必须重新考虑 和永辰的关系 妈 你难道相信那些新闻吗 妈妈不相信新闻的内容 但是对于新闻 所传达的信息 妈妈是很敏感的 又一场文化大革命 你知道 你爸爸就是因为政治问题 被活活折磨的无成人样 在痛苦中 离开了我们 妈妈绝对不能让你 重复我的痛苦 妈 你后悔过吗 妈妈不是后悔 妈妈对你的爸爸 只有感恩 但你还年轻 给自己再次选择的机会 妈妈对永辰是了解的 但这是政治 是最无情的 是最可怕的 绝对不行 妈妈 幸福到底是什么 我只要看到永辰哥 就有安全感 变得无忧无虑 这样也不可以吗 妈 您不是从来都和我商量的吗 这是什么 送你一个人 做什么 不过经过回来 有谁不知我回来 上面传达 每个报社都必须报道一些 因为了法轮功而出事的案例 没有怎么写啊 编译的编出来 规定人物必须拿出来 昂规 一个个都是木头吗 党姓 平时白培养你们了 我们报社以前报道过 很多人练了法轮功后 身体都好了 我们总编的岳母不也是吗 现在下达这样的任务 还有没有媒体的信誉了 好 就这样 大家先忙去吧 静元 你来一下 静元 我可提醒你啊 这次你可千万不要较真儿 否则你过不了关 也会牵连我们大家的 主任 难道新闻也能作假吗 最基本的原则 不就是真实吗 我知道你男朋友练法轮功 但在整大气候下 你最好少说话 想休息几天 就先告个假 妈妈 幸福到底是什么 我只要看到影诚哥 就有安全感 变得无忧无虑 这样也不可以吗 李神安 你为什么要走飞龙而去 我现在开始老板 我开始老板 妈 你今天没上班吗 哦 请假了 你怎么回来那么早 静元 分吧 妈妈 你女儿就是在媒体里面工作 对法轮功的报道是污蔑 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妈妈 妈妈知道 永诚是世上难找的好人 说实话 妈妈想过要找永诚谈 让他放弃法轮功 但是明知道 他练的法轮功那么好 明知道媒体都是在造谣 妈妈实在张不了这个口 那不是为人知道 更不想让我的女儿恨我 但是也就是因为知道 难以言堂的媒体 又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谎言 更觉得这场风波 一定是中共有预谋的 又一次全国性大运动 老百姓的大灾难 你们需要找谁啊 请告诉我 我帮你们找 先别进去啊 这是我们总经理办公室 你们要找谁呢 我帮你们找啊 什么事 徐总经理 他们也不说找谁 就往里闯 小吴希克希克 今天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 你说上班时间能来干啥 你们这里有个叫郑有成的吗 让他和我们走一趟 哦 既然来了 咱们也得进屋喝杯水 走走走 咱们有话好说 婚姻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妈妈最大的心愿是 你不要受到任何的伤害 要幸福 所以 只有你 提出分手 你们分吧 妈妈 女儿觉得 有你这样 能名大理的妈妈 感到很自豪 也了解 妈妈完全 是为了我考虑 但是 只有一点 妈妈 请能了解 女儿的幸福 好吧 如果你坚持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了 金抽烟 郑永成 一没偷 二没抢 三没杀人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他是我这里的技术 提案 搞政治 别在我这里搞 不过 这年头也得来点实惠的 这五千块钱 小意思 小吴 咱们也算老熟人了 说小吴的福 这两位哥们 我们也算认识了 不过 郑永成在我这里一天 你们就不准动他 出国 我想了很长时间 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你们赶快把婚礼给办了 妈妈有个同学 能帮着办理你们的护照 当然 开始在一个新的国度里打拼 一定很辛苦 妈妈也舍不得 但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妈妈 谢谢你 来了 坐下来说话 什么坐下来说话 今天你休假 明天来上班就行了 可不过今天下午 还有个记录 这你不用操心 我已经下了通知 退到明天一早 明天你可别迟到了 快走吧 其实 你先说吧 你先说 这是我的选择 面对这场非礼的迫害 对大法的诬陷 而我又亲身见证了 大法的美好 我没有办法沉默 无论去上访 写上访信 还是对不明真相的民众 讲清楚 我一定要做 永诚哥 你的选择 我会永远支持 谢谢你 你要说什么 我想和你 永远在一起 可以吗 因为不知道前方道路 会有多艰辛 也不知道会遇到 怎样的狂风暴露 所以我不想因为我 让你平天不安 没有 从哥哥那里 我学到了鼓励和信心 所以 我现在只有鼓励和信心 可以送给哥哥 对于这场强加给我们的迫害 我心里很沉重 我也许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你 照顾我 我又不是小孩子 做你想做的 我来照顾你 等这段时间过去了 你加倍还给我就好了 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而且不知道将来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就像这场迫害 谁也预料不到 你真的觉得没关系吗 不委屈 没关系 如果说预料 你我的重逢 也不是我们预料的 我珍惜着 每一分 每一秒 我就无悔 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也不行 这是我的选择 静元 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 阿姨那个 其实 今天我也是奉母命来的 你要谢谢我伟大的母亲 张燕 平时看你挺机灵的 今儿怎么了 看给你男的 今天大姐知你一招 我有个远房亲戚的邻居 前两天死了 我就给安个法轮功不让吃药 报道就过关了 那他是法轮功的吗 说你笨 你还真上来笨劲呢 我不说了吗 给他安个法轮功就行了 这不造假吗 别装单纯了 现在什么形式 你看不出来啊 行 就你不造假 你就等着扣你奖金吧 静元 你的母亲 真的很伟大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谢她 那我们一起出国了 出国再会再累也没关系 我们修炼人 以苦为乐 但是我不能立刻结婚 马上离开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我可以等 我会等到 你做好 你应该做的 等到 你觉得 去国外最好的时候 那时我们出国 会没有任何遗憾 静元 你委屈 就哭吧 不 相反 我觉得 只有你们法轮功学员 能做到这么伟大 你经常和我讲 法轮功讲 真善人 这次 你让我看到的 是真真切切的 大善大人 我感到好安心 我会幸福的等 永诚啊 你和静元 可真是从磨难中 见真心的 人家等了你这么长时间 结了婚 可要好好对他 不结婚 你也操心 只要结婚了 你还操心 我这是关心 不是操心 喂 永诚啊 奶奶啊 奶奶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你爸妈告诉我 说下个月 你就和静元结婚了 快告诉我 静元喜欢什么礼物 奶奶买给他 奶奶 谢谢你 我帮忙他来之后 就跟你说 妈 家里窗户怎么样了 啊 好 不诺的我就放心了 永诚 好 张燕 我心里好乱 没关系 七娘子都这样 我昨天晚上做了梦 好可怕 梦见三个警察面目猙獰 在独打永成 而永成念带微笑 可是全身是血 别乱想了 不过是个梦 一会见到永成你就平静了 我一会打电话问麻烦 看车什么时候到 哟 七娘子 快来快来了 你要稳住啊 我先出去 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阿姨 你快说啊 发生什么事啊 永成 永成怎么了 真激人 你快说啊 永成在 公文局被打死了 什么 你说清楚点 昨天不是还在公司加班的吗 是 昨天我走的时候 他还在 我告诉他 让他早点回家 他真正要做完一个数据分析 结果 我今天早上 我已经打电话来说 永成在公安局自杀了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会在婚礼前自杀 我不信 我们公司是夜班的老公说 我走之后 一笔警察到公司 带走了永成 说是要问问他 修炼法轮功的事 这郭生生的人 真的 没了 现在该怎么办 永成家已经乱出一团了 靳远达 靳远达 你怎么办 你要不要告诉他 我告诉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弹荡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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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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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